哈喽同学们 我们再来聊一聊堡垒机的概念 那么就是有关堡垒机 还有一个案例 就是在15年5月28号 某一个做旅游的APP上 他们的网站的用户进行登陆APP 进行下单去进行交易 那么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们在下单的时候 这个网站它有一个跳转 这个跳转的功能 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导致用户无法购票 因此在一个短时间内 就给这个旅游公司 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损失 这个当机服务器当机 给该公司损失的金额 差不多是每小时100万美金 最终的这个平台 给这个社会媒体给了一个回复 说是因为由于员工 误删除这个手务 把服务器上的执行代码删了一些 导致了程序崩溃 这个用户使用网站功能不正确 因此呢 就是无论你是黑客攻击 还是员工的这个误操作 这个真金白银的好几百万呀 这么一个教训就给 不仅仅是这个旅游公司 还是其他的公司 给了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是服务器的安全和备份问题 一定要重视 堡垒机啊 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知道吧 那我们呢 在这儿 就是给大家做个笔记 有关跳板机啊 堡垒机的概念 这个跳板机呢 简而言之 咱们已经知道了 跳板机就是一台服务器而已 只不过呢 在这个服务器上 我们是搭建了这个跳板机 这么一个服务 运维 运维人员在使用管理服务器的时候 必须先连接上跳板机 然后才能去操控后端的 就是操控内网中的服务器 知道这个概念吗 也就是说 必须连接上跳板机之后 才能去 才能登录到目标设备上 进行维护和操作 那这个 在很多互联网大厂当中啊 进入跳板机 它是开发人员 登录服务器的唯一路径 无论你是开发还是测试 都必须先登录上跳板机 然后再从跳板机登录到对应的服务器 就是这个情况啊 你看 开发啊 小张这么一个同学 他呢 想要去服务器上操作 就毕竟必须是 登录 跳板机 然后呢 再登录开发服务器 就是这个 比如说啊 测试小王 他呢 也必须是 登录跳板机 然后再登录测试服务器 达到这么一个统一管理的概念 知道吧 跳板机呢 它是属于内网堡垒机 这么一个范畴 是一种用于单点登录的主机应用系统 对吧 那我们说这个跳板机呢 它就是一台服务器 就是运维人员 维护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呢 必须先登录到这台机器 然后再从该跳板机登录到它自己的目标设备 进行维护 那这个是跳板机的一个概念 跳板机的缺点就是 仅仅实现了服务器登录安全 但是没有实现对于运维人员的行为操控和实际 明白这个概念吗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清楚 堡垒机它是跳板机的一种升级版 跳板机呢 它就是登录跳板机 然后再登录开发或者是测试服务器 但是我现在需要更强大的功能 就是你用户呀 的确是从我登录到了服务器 保证了机器的安全 但是我还希望你记录下来什么呢 这个测试小网呀 它登录了测试服务器 登录了之后 它做了哪些操作 我得把它做一个行为监控 你想这个是不是来的更安全更优秀啊 明白吧 好那这是跳板机 来我们我们说一下跳板机的优缺点 它的优点呢 就是集中式的对服务器进行管理 是吧 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没有实现对于运维 人员的行为人员的行为操作监控和审计啊 使用跳板机的过程中呢 还有可能在服务器上进行错误操作啊 一旦出现错误操作 很难定位到这个实事人 是不是这意思啊 你在这儿要记住一个什么呢 叫做一个运维思想啊 运维思想是叫做审计 也只是事后的行为啊 审计能够发现问题以及责任人 但是无法这个防止问题的发生 只有是这个运维思想啊 在于堡垒机运维思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要给大家记录 记录一下 叫堡垒机运维思想 叫做只有实现了事先严格监控 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服务器 误操作的这个事物 好 然后呢 就是还有技术的一个是 叫做堡垒机能够创建系统账号 呃 该系统账号功能是属于角色区分 的作用啊 但是也无法确认该账号的执行人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我们意思是堡垒机啊 他能够创建账号密码给啊 比如说我搭建了一个服务器啊 搭建了一个堡垒机服务器 我现在公司来了一个新新入职的一个 这个做前端的小姐姐啊 小李他呢想要登录堡垒机去操作前端服务器 现在问题是我是不是得给他开通一个账号 对吧 我给他开通了一个账号叫小李密码是小李666 然后我给他发过去了 小李呢是不是就可以 使用这个账号去登录堡垒机 然后再去登录服务器 那这个系统账号呢 他作用就是进行决策区分啊 能够区分出开发的账号 运维的账号以及测试前端的账号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账号呀 他比如说我给前端开的一个账号 你说这个账号 他有没有可能被测试拿去用啊 这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无法确认账号的具体执行人是谁 当然了这种特殊情况 我们这是无法规避的 因此我们记住这些思想也是很重要的 知道吧 好那我们再知道了跳板机作用 就是他从自己本地客户端 能够通过跳板机再登录服务器 并且跳板机的优缺点啊 我们也告诉大家了 优点就是集中式管理 缺点就是你这个跳板机 他没有实现这个行为先控 是不够安全的 那么我们下面就是要重点来介绍 堡垒机的作用